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28日 星期二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明天3月1日開始就不用再戴口罩了 今天各大傳媒都出街做街訪了解一下市民普遍是會繼續戴口罩還是不繼續戴口罩 另一邊想不知道各位網友家裡的存貨剩下多少 另外亦和各位網友港港國大的城中熱話好人好事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市民說會繼續戴口罩 就說家裡口罩存貨多 學生就擔憂上學也會受到感染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李家超在今天2月28日宣布 實施近三年的口罩令 將會在明天3月1日全面取消 包括室內、戶外、公共交通工具 市民無需再戴口罩 星島頭條的記者在街訪多名市民 說大部分受訪者都表示仍然會繼續戴口罩 以免受到感染 李先生表示會在室內人多的地方繼續戴口罩 又說家裡的口罩存貨多 自己本身也有小朋友 形容會戴口罩起床 覺得安全點 被問到現在取消口罩令會不會太遲 李先生說已經去過不少國家旅行 他見到全世界很多國家都不用戴口罩 形容我們是落後了 但明白他要跟國家政策 市民陳太表示會繼續戴口罩 指家裡的口罩存貨多 他兒子說擔心有同學受感染 照常上學 形容戴口罩始終好 而身為英文的黃先生表示 偏向繼續戴口罩 指疫情仍然未結束 需要做好防疫工作 形容戴著先也好一點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最新的街上訪問 訪問到的市民都傾向繼續戴口罩 但明天開始口罩令就撤銷 也意味着戴不戴口罩可以由各位自己決定 網上的反應如何呢 根據HK01的報道 網民有一個原因想繼續戴口罩 不過又怕被標籤 竟然擔心被罵是東亞病夫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港人長期戴口罩已經成為習慣 不少疫情之下出生的嬰兒 更從未體驗不用戴口罩的日子 自小被灌輸外出就一定要戴口罩 很多網友在政府宣布撤銷口罩令過後 在Facebook和討論區發帖文 指明天都還會繼續戴口罩 點出戴口罩的好處 例如 上呼吸道疾病減少 就說 乘車繼續戴 睡到抹口 流口水都沒人知道 很棒 有人就說 全家都未中過招 希望保護家裡的弟弟 而最多人說的理由 其實是家裡仍有大量的口罩存庫 就說 家裡還有很多 亦有網友說我也是 可以夠用五年都可以 不過亦有網民發帖文表示擔憂 認為香港自私的人居多 病了都不會戴口罩到處去 但又怕繼續戴口罩會被人標籤 就說不斷咳和黑遷 四周來播毒 事實上 不少人指公司有很多三姑六婆說閒話 更加真的有網民罵的話 繼續戴口罩的人是東亞病夫 有人就建議 假裝用口罩才不戴 而且現實沒人有空理你戴不戴口罩 亦有人說以台灣為例 取消口罩令過後 一樣有很多人繼續戴口罩 以上來自HK01另一則的網絡熱話 估計大家為何會繼續戴口罩 其中一個原因 竟然是家裡的存貨都未用完 可能有些朋友買了差不多一兩年的存貨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大家的家裡還有多少口罩證 不妨劉哥言講講最新的貨存情況 另外亦講講香港的大城中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有個婆婆乘巴士不舒服 想叫救護車 乘客竟然窄怪 妨礙上班 有一位港女一招KO 沒有聲音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那個女生在Facebook群組柴灣人柴灣事發帖文分享事件 她指出星期一2月27日早上6時左右 婆婆乘82號巴士到東區醫院站 不過想下車時身體不舒服 就說站不到起床 下不了車 於是向車長求救 並表示需要召喚白車 誰知即時有幾個40至60歲左右的乘客怪責和抱怨 就說我們要上班 你不要妨礙我上班 亦有人說你明知自己身體這樣就不要乘巴士坐的士 亦有人說你現在這樣搞到我怎樣上班 不如找人扶她下車再叫白車 眼見婆婆彷徨無在 試著衝出來保護她 叫婆婆坐下等待救護車 明言我們遲了上班不要緊 但你這樣下車 在街上跌倒 動不了 我們整輛車的人都不會安樂 良心過意不去 然後婆婆敵不住眾人壓力 不斷說我阻礙他們上班 不過又有心無力 想下車但又無力 事主於視乎好像錄音機一樣重覆上述的說話 不讓婆婆下車 亦令到抱怨的乘客終於無聲 事主表示分享事件 希望大家有更多同理心 每個人都有老去的一日 婆婆已經身體不變 她想下車但無力 其實你們不斷向她抱怨 花絲冤氣在婆婆身上 難道她會有力下車嗎 這樣就能解決整件事嗎 事主又說明白乘客趕著上班 但反問 你趕著上班就可以罔顧別人的生命安全 撤身處地想想 如果一個婆婆是你家人 或者是老去的你 當你需要別人的援助 需要叫白車的時間 其他人就抱怨你阻礙她 你又會有甚麼感受呢 鐵文引來網民熱議家 大讚事主建議勇為 亦說好在香港還有你這些幫手 不是婆婆就很孤獨和被罵了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婆婆乘巴士不舒服 結果要叫白車 竟然換來好幾位不同的乘客都抱怨她 阻礙上班 叫婆婆不如你自己下車 在街上再叫白車 結果這個事主漢不過眼 因為若然這個婆婆是你本人 或者是你家人 你聽到也不妥了 一個婆婆可能 站在家裡不穩 結果事件在網上寫上網上廣傳 我們每個人都有腦去的時間 希望大家多點尊重我們的老人家 另外亦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假裝買家想賺佣佣金三名女子反租詐騙242萬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 警方在2月27日分別接獲三名年齡 介乎44至73歲的女子報警 指早前回應陌生人在社交平台上的招聘廣告 透過充當網上買家 在購物平台以點擊購物谷高商家名氣 賺取佣金 不過受害人其後又跟騙徒失去聯絡 懷疑受騙的人報案 據悉三名女受害人 一共被騙了242萬元 騙案會繼續發生 會有一些特別騙案又會提醒各位 也拜託各位提醒身邊的朋友 基本上無日無知 不過騙徒會繼續越來越多 加因有利可圖 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尤其是緊貼香港各大的最新政策消息 明天3月1日解除口罩令 亦意味著跟著我們三年的口罩令終於撤銷了 其實回看過去三年 香港由2020年初 開始應對疫情 逐漸終於迎離楚光 不過我們的經濟狀況未迎離楚光 加因現在經濟有待復甦 而且今年是關鍵一年 財爺就在預算案 會人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 都只不過是分兩期派 在復償的力度之上 一定遠遠不足 所以我們兩大的重點跟進 一來截演派 希望增加那個 幫助的力度 其次加碼 避不了 若然財爺說計算不適合的數字 你就看看 派完後節省了行政費 若然你願意截演 節省了行政費 又可不可以 到時多一度派一期消費券 結果現在終於迎離復償 不過 復償就是沒有口罩 不過經濟仍然要有待努力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